黃毓民議員 多謝主席 這個六八九政府跨下海後 十年建四十七萬個單位 其中六成是公營房屋 希望換取空間欺騙公眾的 過了任期差不多一半 除了出防部隊和催淚彈的承諾兌現之外 這個按揚目標平均每年興建二萬個公屋單位 這個目標是完全未達成的 去年才升了萬四 少了三十個百分比 即是六千個單位 在文件附件一列出未來幾年落成的單位 就是2014、2015年只有九千九百個 2015、2016年多少少 23,300個 但2016、2017和2018、2019又跌回到萬二個 這個和那個目標即是十萬九千里 這些謊言都能說得出 現在排隊到九月為止 二十六萬多宗 你怎樣玩數字也沒用 三年上樓一定是騙人的 一早就知道要找老人 這個所謂建屋的目標 即是基本上作為一個行政長官 你只是欺騙公眾 現在的情況多嚴重 住屋問題 我想秘書長你都很清楚 即是 香港人 是一個這麼富裕的社會 政府的資源這麼多 你們最擅長的就是浪費公帖 我在旁邊 在帳委會開兩天公開聆訊 一聽見就火了 現在的工程超資加上千億 那些老人家 一年那幾十億 那些住宿也要排隊等到死為止 一年死五千七百個人 這是甚麼政府 你現在哪有地方住 那些人 不暴動是很奇怪的 到現在為止 不暴動是很奇怪 這個政府不能管治 我告訴你 鄭先生有沒有回應 主席 關於我們這個 二十八萬公共房的目標 目前的代表狀況是怎樣 我們較早有一段討論 我開場白提過 我們的挑戰是土地 主要是這件事 後來有幾位委員 跟我們商量過 未留這幾年 未見到很大的增加 我們的期望 在第二個五年 土地、人手等資源配合 就是可以看得出來 不要說了 四十七萬個單位 六成公公民房屋 說來做甚麼 是不是 根本是騙人的 現在很明顯是 鄭先生你繼續 另外我想數字上說回一點 因為黃議員剛才提過二十六萬 準確一點說 其實我們那個平均三年 選擇樓這個目標 是適用於一般申請者 即是那些家庭和長者的申請戶 那裡的數量大概是十三萬 這個我很清楚 你不要在這裡鬥 現在我只要指出一件事 這個政府是廢的 OK 香港的低下階層 真的很淒涼 香港不暴動就很幸運 你們做官很舒服 黃毅民議員 你又幫政府護航 又叫他理直氣壯 那麼他建屋的目標不達標 這是事實 我怎樣去說謊 抹黑他呢 即是狗改不了吃屎 黃毅民議員 這是補黃狗 黃毅民議員 你再說回我們這個 狗改不了吃屎 黃毅民議員 第二 取得屬地困難 這些困難 好像土地是否已經規劃做住宅用途 是否已經收回 清拆 以及地盤平整 或者有適當的所謂基建設施等等 這不是理由 難道你做一個未來十年的建屋藍圖的時候 做這些承諾 47萬個單位的時候 你沒有考慮到這些問題嗎 不知道有這樣的工序嗎 是嗎 政府就說會放寬公營房屋用地的地積比率 和建築物高度限制來增加土地 興建公屋和居屋 但我們就非常關注政府為了強行增加土地 破壞了一直以來行之有效的城市規劃制度 放寬地積比率和建築物高度限制 會有連帶的效應 知不知道嗎 處長 會引發其他社會問題 社會服務配套不足 設施不足 交通流量等等 這些問題 過去也提過了 對不對 現在辣椒都出來了 你看看物業市場的價格 就算現在 人們說到佔領運動 兩個多月如何如何影響經濟 樓價也會繼續升 這就是事實 黃毓民議員 你講完我們請應三回應 黃毓民議員 你講完我們請應三回應 主席 黃毓民議員 黃毓民議員 剛才提到的一點 我這裡可以補充一下 關於我們去決定一個項目的時候 我們一有的法定程序 包括成規的程序 是自然一定會去做的 另外一些既定的程序 譬如在地區尚美咨詢 我們都會做的 這些一定不會擾過 另一方面 他都關心到對於我們有些項目 會不會對於當地帶來什麼影響 較早前我都提過 其實我們去做這個項目的時候 我們是會有很多樣的影響評估去做的 交通、環保、日向、空氣流通 這些都會做 而這類資料 對於我們如果要去成規會 或者在地區上諮詢的時候 我們都會介紹出來 讓當地的居民可以安心 支持我們的項目